與天王俗稱約歲內波 第一個一定是男的 然後他還在線上 還在 也是認識快30年 30年 勞役人… 小心…講 這有範圍越說越小了 而且我告訴你 那時候是我最性感的時候 什麼時候最性感 我剛生完 不是 剛好也就是櫃檯的節目 找我出外景 管很大 管滿大的 妳只是差一點 把這個泡字寫出來 男主角就是我本人 對 就是妳 我 而且妳還忘記這件事情 與天王俗稱約歲內波 又來了 這個Q 這個鎖定 那個範圍鎖定的已經很小了 來… 第一個一定是男的 然後他還在線上 還在 他有在上場嗎 沒有 這東西很多我不能講 我告訴你 我跟他也是認識快30年 30年 勞役人… 小心…講 也是可以寫在書裡的 因為這個範圍越說越小了 兩個字 三個字 那時候呢 而且我告訴你 那時候是我最性感的時候 什麼時候最性感 我剛生完 然後呢 哺乳期都還沒過 也是我這一生 最豐滿的時候 真的嗎 不是 剛好也就是櫃檯的節目 找我出外景 出外景 四天三夜 外國玩的 那玩很大 太好玩了 四天 那個 對啊 那玩得不小 那玩滿大的 好啦 各位 玩不小… 有關人員出列 好不好 來… 來… 來 講清楚… 我跟你講 講清楚 皇后的爭操是不容置疑的 是… 如果你真正得到過我的身體 今天就把它講出來 來… 來… 當時請來 就是那一次我們出外景 我第一次產後復出 然後離開我的小孩 是有 有啊 你忘了那一天 你只是差一點把這個炮字 寫出來 等一下 我 來 男主角就是我本人 對 就是你 我 而且你還忘記這件事情 好 來 好…你講 你講什麼 發生什麼 我們從飛機上 就安排坐在一起 車子上 因為我們本來就資歷比較相近 然後話也比較多 然後聊得比較開 那天晚上我們住在同一層 然後好死不死 我住一個什麼總統級的套房 是 你知道電燈泡也會壞掉 我就剛生完 我怕一個女生 那房子二十幾層 我超怕的 對啊 這跟剛生完沒關係 這跟剛生完沒關係 妳剛生完會怕是 那時候不會懷 我跟你講 因為剛生完 他連日子 憲哥 他連日子都是 破水能收 破水能收 都快破壞道具了 我告訴妳 真相是這樣 妳應該要講真相了嗎 真相是我太怕了 因為一閃一閃的女生就怕 那時候我還是先傳WhatsApp給KID KID就說 妳去敲憲哥房間 說妳今天晚上叫憲哥陪妳睡好不好 KID根本也是像幫我踢皮球 就敲敲了 我說憲哥 我說 妳覺得我房間的燈這樣一閃一閃 這個房間會不會就是有一些事情 我會怕啊 那我跟你之間也可以吧 那我就說我進來睡好不好 我沒有想到 憲哥毅然決然 正氣凜藍跟包工藥 然後我擋在門口 他說不行 妳不能進去 憲哥是敵死不走嗎 敵死不走 那竟然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他不讓我進去 他就說 裡面有什麼 我房間裡面 我還要妳管我裡面有什麼 沒有 憲哥 太壞了 內幕來了 他要放的內幕是這個 現在才是內幕 沒有 那裡面真的應該沒什麼 沒有 我告訴你 憲哥的意思是說 我很感動 他說因為 他說你進來我知道沒什麼 就不知道了 就算你結婚有小孩了 那我們之間就是兄妹 他說別人還是會亂想 他說我來幫你處理 我很感動 我幫你處理什麼 最後他叫一個飯店的服務員 其實整個晚上在門口陪我 在門口 前面 下個月 關門 那真心 就到了 我們接下